为了应对中共肺炎大流行 加拿大从中国购买了大量口罩 The Post Millennial网站上周五刊登的一篇报道 加拿大公共服务与采购部承认 该部不知道他们从中国订购的价值数十亿元的口罩 其他应对病毒流行的用品是否是奴工产品 国会议员得知此消息后大为吃惊 他们认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 自己的政府是否在经济上支持奴工 保守党国会议员布洛克说 我真的很震惊 该部阱不知道 为加拿大人生产的个人防护设备 是否使用了奴工 公共服务与采购部副部长马修斯 向国会提供的解释是 加拿大用于应对病毒大流行的大部分产品 是中国生产的 现在是由中方去自我证明 他们是否遵从人权法规 马修斯说 当与一个遥远国家复杂的供应链打交道时 要弄清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政府已经与承包商进行了核对 但并未发现问题 不仅反对党关心此事 自由党国会议员祖贝里也表示 加拿大政府需要确保 加拿大人不会不知不觉地戴着 由奴工制造的口罩 今年3月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智库发表的一份报告 确认了在中国的一系列工厂 与一个奴工计划有联系 其中涉及8万名维吾尔人被强迫做奴工 据卫报报道 最近从中国运到澳大利亚多个分销商的 至少20万片口罩被怀疑有问题 消费者可能不知不觉地购买了 由奴工制造的口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